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女积分入学申请开始启动 我是今年将有三万多名随签子女 要通过积分入学上小学 53岁老民警上班途中发现 有人涉局诈赌 立马拍照取证 结果被团伙的成员围攻 但是他毫不畏惧当场制服一人 一会儿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前段时间市政府和市法治局网站 公布了厦门经济特区电动自行车管理 若干规定的草案征求意见稿 其中规定在岛内的私民区和湖里区 将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事 日前市政府召开第107次常务会议 研究并原则通过了这一规定草案 据了解 法规草案在通过后 取消了此前征求意见稿中 对岛内禁止销售电动自行车的规定 新规明确了 商家销售的电动自行车要符合我是准语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未列入本市准语登记电动车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 不予办理登记 同时要提供电动自行车废旧续电池的更换和回收服务 定期将废旧续电池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在行驶方面 新规保留了征求意见稿中对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等方面的规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情况 规定限制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的时段路段区域 其中在斯明区湖里区禁止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如果有市民违法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电动自行车依法予以处罚 但征求意见稿中 针对邮政快递企业等特殊行业驾驶电动车做了另外规定 不过目前相关具体内容还没有向社会公布 下一步根据相关立法程序 该法规草案将提请是人大常委会审议 记者消息报道 最近不少市民播打我们栏目的新闻热线反映说 厦门北站出租车拒在的现象 又开始回潮了 不少出租车司机是淘肥减瘦 当记者来到厦门北站进行走访时 发现实际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下午三点半 在厦门北站的出发层 虽然这里停车限时只有八分钟 不过在下课的车流中 却有一些出租车在此停车后课 记者上前询问了一辆极美的出租车 当听说记者要去厦门华夏学院后 这名出租车司机马上以要进岛交班为由 拒绝了记者 不过记者离开后 这辆出租车却依然停在原地后客 随后记者来到一楼到达层 此时出站口已经有不少旅客 在出租车后客区 记者观察发现被聚载的旅客还真不少 这辆巡美公司的出租车开出一小段距离后就停了下来 司机和乘客言语了几句之后 车上一名男性乘客下车信心而去 紧接着 另一拨乘客提着行李坐上了这辆出租车 记者在后客区排队时 又看见前方一辆祥安的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 一名旅客拿着行李站在车边 虽然现场有工作人员正在维持秩序 不过对于出租车聚载却视而不见 之后又有两名年轻女子因为去的地方太近 被出租车聚载 她不在你们吗 没有我们去太近 她不在吗 轮到记者之后 当听说记者是要去厦门华夏学院 出租车司机们的反应都是大同小异 看见记者拉开车门上车 这名司机无奈之下只能起步开车 不过一路上是满腹怨言 一些出租车司机说 来北站等客一般都要排半个小时队 大多数司机都想要捡一个远一点的活 所以短途旅客被拒载的情况是频频发生 本台记者报道 从今天零点开始我是开放了随先子女积分入学在线申请系统 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电脑 今年家长们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进行在线申请 那截止到今天下午五点 已经有6107名随先子女家长通过网络被孩子提交了报名登记 和去年一样 今年的随先子女积分入学工作 大部分程序都依托 爱厦门惠民服务平台进行 家长在完成注册和中级实名认证之后 就可以进行积分入学的在线申请 为了方便家长操作 今年在填写申请时 家长只需要在爱厦门惠民服务平台 进行中级实名认证即可申请 而往年则需要高级实名认证 同时今年市信息中心还与相关部门进行了协调 以前家长需要在线下进行办理的赞助证明系 寄生证明和房产证明等部分手续 今年也不需要在各部门之间来回跑了 各个部门开放了更多的数据 进行了这种数据间的共享 所以今年很多需要老百姓原来 开具线下证明的这些工作可以剪灭 直接在线上我们通过系统直接对接 来获取相应的数据 除了在网页上进行操作 今年家长们还可以通过微信关注 爱厦门惠民服务平台 在手机上进行操作申请 这个绑定完以后 持名认证完以后 就是在一站四的这个服务里面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积分入学 点击这个积分入学 然后这个就各个七 六个七的这个罢柄的入口就在这 就一次做一个点 这个填写 整个填写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PC端是一样的 根据教育部门的相关统计 今年我是将会有三万多名随签子女要通过积分入学上小学 这很可能是继去年2.4万人后随签子女申请积分入学人数上的新高 据了解在线申请系统将从今天开始一直开放到5月19号 家长们如果有疑问 可拨打挨下门平台呼叫中心热线进行咨询 或到线下网点进行询问 我们线下设置了咨询台和这个业务办理台 那相应的工作人员会提供及时的服务 这个点是在我们湖滨北路正业大厦一楼信息中心 还有一个是岛外的点设在这个集美的中午信息中心 今年家长们在线上进行申请后不再需要现场确认 只需要在网上确认即可 记者雄伟黄超报道 最近这段时间我试试连续出现大雾天气 今天凌晨4点05分 气象部门再次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夏津和夏谷科运航线也在今天清晨一度停航 不过幸运的是大雾很快就消散了 并没有对旅客出行带来太大的影响 上午8点多 记者来到东游轮中心时 因大雾停航的船班刚刚恢复通航 不少游客正聚集在安检口准备登船前往古浪雨 现场工作人员说 由于受到海上大雾影响 从上午7点10分开始 所有从游轮中心发往古浪雨的客运船班都停航了 不过幸运的是大雾很快散去 到上午8点10分 随着海上能见度的提升 夏谷客运航线也恢复了通航 只有三个班次受到了影响 起屋 而且他之前说好像有取消航班 您当时是买了几点的票 当时买了9点 现在有影响吗 现在没影响 现在已经通了 怕我们客人过不去啊 一般如果说就改行程走 如果说的话 船班刚好就可以赶过来 我们是刚好的船班 所以没影响 今天比较幸运 对对对对 东游轮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由于今天游客并不多 上午只有200多名游客受到影响 而恢复通航后 滞留旅客都顺利登船 前往古浪雨 您今天买票顺利吗 顺利 上午夏京航线也一度停航 到上午8点半 随着大雾逐渐消散 气象部门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夏京航线也恢复了通航 气象部门预测 接下来像今天这样的雾天还会不时出现 尤其是夜晨能见度会比较低 而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意味着夏季真正开始了 我市的气温也会逐步上升 未来三天 我市将以多云到阴天为主 局部地区会出现震雨或雷震雨 最高气温将会继续盘升 甚至会达到31度 记者公家杨人杰报道 为了保证 我是岛内供气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华润燃气计划在湖里石湖山 新建一座应急的液化天然气气源站 预计在11月开工 明年下半年建成 在天然气近岛管道出现故障时 可以为岛内用户供气至少2.5天 这一项目目前正在市环保局 接受环平供示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据了解 厦门本岛目前使用的管道燃气为天然气 其气源来自岛外的极美门站 通过一条长约12公里的过海天然气管道 输送到厦门本岛 这一管道一旦遭到破坏 将会导致厦门本岛全岛停气 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 而岛内现有应急气源站石湖山LPG空混气站投运后 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已经停运 因此 厦门华人燃气有限公司计划在原石湖山混气站 现有用地范围内 新建一座液化天然气的应急气源站 总投资约2300多万元 新建的液化天然气应急气源站 到2020年计划建设四座150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储罐 存储规模达到600立方米 到2030年将建成六座150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储罐 储存规模将增至900立方米 建成后 该应急气源站将可以保证岛内用户 起码两天半的应急供气 同时在用气高峰时 还能支援部分管道实现调峰补气 目前这一项目正在环平公式阶段 顺利的话将有望在年内动工 本台记者报道 最近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条求助信息 由于续租困难 厦门阿福之家流浪动物保护中心正面临搬迁 他们需要为这里的30多只流浪狗 重新找一个能遮风党雨的地方 将这个坚持了12年的爱心事业继续下去 上里附近半山腰的这处破旧小屋 就是30多只流浪狗们的阿福之家 两间经过改造的狗舍 一个小小的活动院子 总面积不过100平方米 由于面临搬迁危机 不少小狗已经被志愿者暂时寄放在了一些爱心人士的家中 或者宠物店里 这里还留下了七八只的流浪狗 年人的小米 淡定的郭靖 温顺的威廉 近期的雨天让狗舍潮湿多虫 志愿者们此时也正忙着打扫 然后平常会请一个阿姨 然后阿姨也是兼职的 然后她是每天过来打扫卫生 什么的 就是给他们喂饭 这些 然后平常我们是每周六早上都有义工活动 一个说是一个礼拜了 然后过来看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他们互动一下 阿福之家可以说是像我们最悠久的一个 民间流浪动物救助团体 成立至今已经12年 依靠爱心人士的资助和志愿者们的坚持 陆陆续续为600多只小动物找到了新家 但在岛内找到一个合适的受养场所 成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困扰 先后反反复复搬了五次家后 六年前好不容易搬到了目前这个较为理想的地方 经过不断的修缮 阿福之家成了现在这些流浪动物 虽简陋 但总算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离居民区相对来说比较远 那就比较不骚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 还有一个呢 还是在岛内 那岛内呢人家来领养的话就很方便 最主要的门口呢 我们的门位关系也很好 他会帮我们看着 而就在不久前 房东通知他们需要在六月前搬走 但再要找到这样交通便利 远离人群安全适宜的场地并不容易 眼看最后期限日益渐进 志愿者们一边召集寻租 一边希望有人领养或者暂时寄养这些动物 帮助阿福之家渡过这个难关 有人可以愿意的话 帮我们简单寄养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如果可以简单帮我们寄养几只出去的话 我们狗窝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就把他们接回来可以住 那当然最好最好的 下一节还将看到上访时袭击民警 一女子被判刑 欢迎回来 世荣考评人员在本周的走访中发现 湖边南路后代西路口两侧人行道 都存在野蛮施工的现象 不仅世荣温感极差 也给行人过往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世荣寻报来关注一下 这是上午中巡查组 在湖边南路后代西路口看到的 东侧正在进行市政管道施工 现场没有任何的公告牌和警示牌 施工在沿机动车道边侧 挖开了一道两米以上的深坑 坑内还有积水 仅用简易围挡进行维护 不仅看着乱 更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而道路另一侧的人行道处 则是海盛国际大厦工地 不规范拆除围挡呈现的乱象 现场能看到拆除乱象 所导致的污染和杂乱景象 由湖边南路人行道 环绕后代西路人行道 一直蔓延到湖边二里的区间通道 工地沿湖边南路人行道 遍布黄泥污染 沿后代西路人行道 损毁严重 并堆满废渣土和建材沙石 已完全无法行走 因此在这一路段上 我们看到的 不只有阳城和脏乱 还有行人无路可走之后 被迫选择的人车混行的危险景象 在主干道 在交通繁忙路段 在居民区集中的闹市 两家单位如何能够如此随意和野蛮的施工 而毫无顾忌 除了施工单位本身缺乏最起码的文明施工意识 该有的层层监管又体现在哪里呢 记者刘欧华报道 工地的50多名工人举牌上访 讨要工资 走到半路时 赶来的民警劝阻他们要理性上访 可是一名女子不但不听劝 还把民警给抓伤了 日前四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今年45岁的黄又和是湖北人 四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因为工地老板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 今年1月11号上午7点多 包括黄又和在内的50多名工地工人 举着标语牌从地警院工地出发 要前往市政府上访 当一行人走到市政府附近的天桥时 街警官警赶到 一再劝说他们收起牌子要理性上访 这是一些工人开始与民警发生冲突 混乱之中 头戴黄色安全帽的黄又和 扯破民警黄某起的上衣拉链 抱住他的大腿 并对他一阵乱抓 嘴上还大喊着警察打死人 随后 一旁的民警将黄又和控制住 并要将他强制带离现场 挣扎反抗中 黄又和又将另一名民警 黄某龙的手臂抓伤 当天因为涉嫌妨害公务罪 黄又和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法院认为 工人上访讨薪应该走合理合法的途径 本案被告人黄又和的过激行为 已经触犯了法律 被告人黄又和采用暴力报道 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任务警察 其行为已经走成妨害公务罪 被告人黄又和犯妨害公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记者玉波菲 段志伟特为记者 杨长平报道 昨天晚上在极美对山攀徒社的一间出租房里 一名年轻女子疑似烧炭自杀 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事发地点位于极美对山攀徒社的一家出租公寓里 昨晚记者赶到现场时 民警正在进行调查 出租公寓的房东也在现场 民警说他们接到报警后 在晚上八点左右赶到了现场 经过法医检查 初步判断女子已经死亡大约五六个小时了 据记者了解 死亡的女子只有22岁 很可能是烧炭自杀 附近的居民说 女子是前天才刚刚到这里的 在这家出租公寓里租了个房间 没想到第二天就出事了 一个阿姨坐在这里面 然后她说的 就说里面可能有人自杀 华侨大学新闻中心微博 昨晚发布消息称 经警方与学校核实 确认死者为该校计算机学院 2013级学生 目前女子死亡的具体原因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台记者报道 53岁的灌口派出所民警梁天柱 在上班途中发现 有人在社局炸赌 老梁拍照取证 却被炸赌团伙的十名成员 团团围住 甚至还拳脚相夹 昨天上午六点多 老梁在上班途中 经过灌口菜市场 想着前几天 有商户向自己反映 说这里经常有一个炸赌窝点 虽然不是自己负责的辖区 但老梁还是进去转了转 一走进菜市场 老梁就看见 有几个人围在一起 涉赌局 诱骗旁人下注 由于当时身着便衣 自己又孤身一人 老梁就在一旁的商店里 打算先拿出手机拍照 进行取证 可就在拍照过程中 赌博点周边的几个人 就发现了正在拍照的老梁 三四个人围过来 先问我你干什么 我说我是警察 同时他也就来抢我的手机 在抢夺手机的过程中 几个人对老梁拳脚相加 在将手机从几人手中夺回来后 老梁就让周边的群众 赶紧帮忙报警 在周边群众的帮助下 老梁制服了其中一名男子 而一听到说警察要来了 其他几名涉赌人员 都纷纷逃离了现场 不久后 老梁的同事赶到现场 将被老梁制服的这名男子 邱某明带回派出所调查 而此时老梁才发现 手臂上都是血 膝盖也磨破了 被老梁制服的男子 是34岁的湖南人邱某明 目前邱某明因涉嫌妨害公务 被依法刑事拘留 根据邱某明的说法 他参与这个炸赌团伙不久 就被人带到了灌口菜市场 洋装参赌的人 他每次假装下注50元 专门赢钱 配合团伙成员 吸引旁边围观的人上当 贪小便宜的 这一块 这些人 他有时候看到人家在赢钱 有点心动 就会靠过去 跟他赌 其实只要有外人进去赌 没有一个人赢钱 平时群众如果有遇到 这种射击炸赌的 第一就是报警 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记者雄伟 无过好报道 以前只要熬夜 妈妈就会跑生茶给我 来 补补器才有精神 现在 该我照顾他了 我选多利人生影 因为他用真正的人生 熬出纯正的人生精华 只有真材实料 才是好补品 健康就是幸福 多利人生影 好 来看一下 今天我是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晚七点 我是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9 空气质量没优 有一种快感 就是打开快递前的感觉 但同时对于环境来说 可能也是一种痛苦 因为大量的快递包装 废弃物没有处理 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国家邮政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突破200亿件 据专业人士测算 以2015年的快递业务量推算 初步预计去年消耗了 塑料编织袋29.6亿格 塑胶袋82.6亿格 包装箱99亿格 胶袋169.5亿米 避免碰撞的缓冲物29.7亿格 快递垃圾的问题 几乎可以用触目精心来形容 现在快递包装所使用的塑料产品材料 大多是不可降解的 由于缺乏专门的回收管理途径 快递袋 胶带纸 填充泡沫等塑料制品 都会被丢弃变成垃圾 这些东西都属于快递中目前最为廉价 而又操作方便的包装材料 拿纸箱来说 因为缠绕着透明胶 填充着塑料袋 人工回收非常费事 所以不管是中间商还是职场 都不愿意回收物流使用过的包装箱 这涉及到国内垃圾分解的问题 很多快递公司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 也在努力改变 但是实际运作过程中 他们更关注的是成本问题 因为没有法律的规范 在这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 企业没有足够的空间 去考虑绿色循环 而在一些国家 对于包装废弃物的管理 都有明确的法规 德国有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 法国有包装废弃物运输法 荷兰有包装条约 日本有能源保护与数据回收法 相比来看 尽快建立相关法规 是我国处置快递垃圾的关键一步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 我市的空气质量等级为良 首要污染物是PM10 母亲节就快到了 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要向大家征集妈妈年轻时的照片 快去翻翻家里的相册 把妈妈年轻时最美丽的瞬间 分享给我们 我们会在母亲节当天的节目当中 向各位妈妈送上节日的祝福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区新闻广场 我是诗涵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